进入与认识上网画面 在iPad中 使用Safari这套浏览器上网 由于上网是经常使用的功能 所以被放在常用四颗按钮的最左边 你可以记一下 这个图示是一个指南针图样 点按它 不管出现一片空白 或有内容的画面 步骤都是一样的 就像打计程车 一上车得先告诉司机 你要去哪里 上网的第一步 也是要找到可以打字的地方 把你要去的位置告诉浏览器 然而不管是哪一种画面 往画面上方看 会看到像表格一样的空格 这里就是可以让你填写 你要去哪里的空格 接着 接着 让我们更进一步 目前到达的网页是哪里 现在你知道该如何上网了吗? 如果还是不太懂 请按下重播钮 跟着我们再学习一次 吗? 接着